安裝兩個電機 這兩個電機裝的時候 這兩個電機一定要卡到位 這裡一定要卡到位 兩邊 先把線剪掉砸掉 然後安裝後走 輪子 片片 兩個螺母 螺母是 基本上因為這個是帶防鬆螺母的 是一次性的 然後說說擰的時候一定要注意 第一次一定要給它擰好 因為第二次擰的時候 這個螺母就是得鬆掉了 搬手 擰的時候兩邊同時進行 因為如果你這樣擰一邊的話 就是等於一邊進去 一邊已經擰到地了 一邊擰不到位的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只要這邊露出來 然後這邊也是 因為現在是一邊擰一邊沒擰 等於是這邊是這樣擰的 所以客人基本上擰成這樣 就開開開就要掉的 所以還要往裡面擰 所以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擰到位 好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固定兩個電片的螺絲 可以了 好 然後固定兩個電片的螺絲 可以了 好 好 好